假設有一個直線 S夾比較加上7等於0 我要判斷它的半平面的話 大0跟小1的一個區域怎麼判斷 第一個協力為正的 我們換一個座標來看 這是S彎座標 協力為正的話 我們跟S的夾腳應該是瑞甲 所以我們隨便換一個直線 直線就倒在這裡 我們剛剛講在判斷半平面的時候 大0好像在右平面 小0在哪裡 左半平面 這個直接畫出來的時候 你要從哪個方向看左邊右邊 因為從這個方向看下去的左邊跟右邊 跟從底下看上來左邊右邊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 剛好相反 所以一個原則從下面那個方向來看 所以我的直線在這位置 我往這個地方看 這是右邊是這樣 左邊 所以這是右半平面 這個是哪裡 左半平面 這樣了解是吧 右半平面的話 所得到的區域就是 AS加上BY 加上C 要怎樣 大一年的區域 左半平面就是 AS加上BY 加上C 要怎樣 小1的區域 那協力如果小1呢 第二種 協力小1的 一樣 我們畫個座標出來 然後找一條直線 協力小1的話為負 協力為負的話 跟SO加角是超足90度是頓下 那我畫這條直線出來 這是直線 這是我剛剛一樣 從那邊看 下面 往上看 所以這是右邊 這是左邊 這是右半平面 這是左半平面 所以就方程 不能是來講 這個地方會寫成 AS加上BY 加上C 大於0 那這是 AS加上BY 加上C 怎麼樣 小0 這是半平面區域的判斷 所以只要你直線的協力 也能夠畫得出來 那就是要方向了 當然你不要特別去記說 協力為正式哪一邊 協力為負哪一邊 把直線畫出來 可不可以直接看 可以 那另外一個 叫做一個銀式法子 又來了 左手 左手嗎 翻譚的時候這個叫手氣 這個叫什麼 手背 直線 一樣從下往下 切上去 手心為正 手背為負 有沒有 手心為正的半平面 手心為負的半平面 好 那在這邊呢 切上去 手心為正 手背為負 然後你說老師我這樣拿 這樣會不會順 我順 懂得意思嗎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判斷 那另外一個其實最單純就是 老師剛剛跟你講的 直接把直線畫出來 然後你的觀測點是從直線的下方往上看 不管學歷為正 學歷為負 從下方往上看右邊是大一點的半平面 左邊是小一點的半平面 這樣要學意思嗎 OK 好 不過在這邊有兩個特別的東西 要跟各位提 一個是大鈴 一個是小鈴 那有沒有剛好等於跟垂直 學歷為鈴有沒有 有吧 學歷為鈴是一條水平線 那垂直的話是不存在的 那這種情況會怎麼樣 思考一下 我們等一下把畫圖來呈現 你先把這兩個圖形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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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